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 今天是2024年 5月13号 我专把这个月份给忘了 别说错了 这个 欢迎两位常驻嘉宾 又和我们一起共度未来一小时的时光 他们分别是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 欢迎亚光 小男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博洋 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 小男好 野光雄好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刚刚昨天过完母亲节 是这个餐馆生意最好的一天 好像说是比圣诞节 比Sansgiving都要好 甚至超过情人节 但是父亲节基本上排不上号 星期六的时候 星期六的时候 你说什么 不是我星期六的时候 我跟我弟弟我们到时 我去文国华了 跟我弟弟我们在餐馆 确实是 人爆满 我看那餐馆 不少不少人 星期六的时候 确实是 是的 行啊 那我们到父亲节再去见证一下 这个我们言归正传 最近这个比较夏天到了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时事方面也事比较多 先说这个 就是咱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前几天就是访问了欧洲三国 第一站法国 第二站 这个塞尔维亚是吧 对 第三站是 那个抓利 不知道两位嘉宾关注没有 为什么选这三个国家呢 那欧洲有很多更 更有力量 经济更发达 影响力更强大的国家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都没有去 去了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当然法国是算 大国了 那那两个国家为什么挑他们呢 我先说说我个人看法 就是去选法国 法国这个国家呢 在西方国家当中是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国家 它跟这个英美体系就是有点格格不入 你看这个法国这个国家 说在历史上 它在海外做殖民地 它就是跟那个英国 英国美国的殖民地差很远 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说 在这个 在加勒比地区的唯一的一个法国殖民地 就是海地 这现在是烂得一塌糊涂这个国家 而且法国这个国家 你看它的城市建设 这个都是都是相当的糟糕 我的感觉 这这这这法兰西 我也不知道他们 这国家 就是在历史上有什么 特别值得大书特殊的地方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当中 中国文化当中 把法国法兰西文化吹的比较高 和它世界上实际地位呢 相比来说吹的比较高 法国这个国家呢 就是愿意得特立东西 他就说是跟英法 英美国不太一样 就是这样的 我就我就这么一感觉 所以他 这次邀请习近平去到法国访问 我觉得他就是彰显 他跟美国不一样 我我不是美国的随从 我不是美国的根本 这样 这个习近平在法国访问的时候呢 还把这个欧盟主席 这个冯德莱恩也请去了 其实呢 这个好像 好像这个 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好像这个 这个法国总统 这个马克龙 也提了很多 对中国提了很多要求 所以这些事情呢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 呃 形式重于 重于事实内容的 我不觉得是个收获特别大的一个访问吧 对中国也好 对法国来说 都没有取得很 很重要的实质性的突破 都是一个形式重于实质性的一个访问 嗯 那对于塞尔维亚和 修丽亚这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更是欧盟国家当中的艺术 这两个国家 匈牙利先生的这个首相 奥尔班 呃 就是这个跟大多数欧盟国家完全相反 支持 俄罗斯 群立 乌克兰 这个塞尔维亚呢 跟属于这个 这个斯拉夫 这个语言体系的一个国家啊 他呢 名义上他说他不支持这个 俄罗斯 也不支持乌克兰 好像有报道说 他实际上给 通过第三国家 给乌克兰送了一些 五锡丹药啊 这样子 所以这两个国家 我总的感觉吧 就是说属于欧洲的欧盟国家当中 另类 选择这两个国家呢 我想很大的原因是 恐怕中国在欧盟其他国家 其他主要国家当中 不是特别受欢迎 这是一个混沌的原因吧 我先说这么多 好的 谢谢雅光 包扬 我同意雅光说的 确实 法国是一个 是一个灵类 就是 就是说 而且他这个领导人 我觉得有点 就从 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来说 他就有些幼稚 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还想跟那个 普京 还去去了 去了克里姆林宫了吗 但是坐那长桌子 两人坐挺远谈 他以为他能把这个 这个克里姆林 这个 普京说服呢 实际上 最后等于人家 就是 把他给耍了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一方面 他 就是像 雅光说的 从历史 历史上来看 他就一直就是 他就像 独立于美国 这种 这种领导 然后再加上 这么一个领导人 所以他邀请 习近平去 也不 不太意外 就是说 但是呢 他这回 他倒是把这 冯德莱恩给叫上了 冯德莱恩算 对中国还算 就是说 就是强调人权吧 什么的 他们俩可能就 有点红脸白脸的 这么唱了一下 但是估计 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就是从中国方面 好像跟他签署了一些协议 但是都没有什么大特殊的 我看到是跟 这两个东欧国家 一个塞尔维亚 一个 军亚利 他主要考虑到 这两个都是一带一路国家 一带一路的 这个发展项目上 他的 这两个国家 在欧洲算是比较重要 像奥尔班 去年吧 还去了中国 就是中国有一带一路的那种 什么什么会议 然后呢 欧盟国家 奥尔班 是唯一的一个 就是参加了 这种会议 所以 跟中国关系 就算在这方面 还算 有一定的关 关系还算友好吧 我看 他们之间也说什么 匈牙利跟中国 历史关系 怎么怎么着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说中国想 用匈牙利 作为 它的一个基地 然后呢 再 再 推销中国产品 好像说要在匈牙利 建中国的电动车生产基地 这样呢 可能它 它这样呢 就算欧盟的产品 然后再销售到欧洲其他国家 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 也 可能不是像中国想象的 那么容易 现在尤其是电动车 现在还有那个太阳板 现在就是欧盟一直 要 让人家 要调查中国什么 那种 说那什么 这恶意 倾销吧 就是 就这些东西 所以 中国反正就是说 利用 还有一点 就是匈牙利 现在是 欧盟轮值主席 他是 但是他任期 就轮值主席 就是 六个月 中国想利用匈牙利 跟中国的这个关系 想在 欧盟 就是说 就是 推销中国的这些产品吧 改善这些欧盟的关系吧 但是 六个月的时间 估计也 也不会起到 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 跟 可能跟 可以说跟匈牙利和 塞尔维亚 可能在 在这个 一些项目建立 十几个 几十个小项目上 有些进展 但是要说跟 法国 或者说整个 欧盟 这种建立一种 改善这个贸易关系 可能 不太容易 嗯 好的 谢谢 博洋 两位嘉宾 说的 我都 觉得很有道理 那个 刚才雅光提到 法国这个国家 为什么在 好像 中国还吹得挺厉害 其实俄国 对法国过去 也很尊重 这个 你看俄罗斯文学中间 在 18 19世纪 这个 这个 俄国贵族阶层 是说法语 到法国留学 在法国生活 和法国有来往 这个 为骄傲的 确实 从这个 法国大革命之前 是吧 路易 16 15 14 到 大革命之后 拿破仑 这个大军 横扫 欧洲大陆 确实 整个欧洲大陆 是觉得 法国是 先进 和文明的 代表 就是 他的文学 文学艺术 确实比较发达 像法尔赛公 卢浮公 这个 哲学 是吧 这个福尔泰 卢梭 狄德罗 就是说 包括 这个 这个空想 社会主义 中间也有 这个从法国的 这个 处理也好像 是法国人吧 那 所以 法国人是很骄傲的 这个 联合国的 好像官方文件 是用法语 是用法语写 我听说 以前啊 说他最没有奇异 因为英语啊 或者其他语言 都可能有奇异 就是说不准确 说法语最准确 这个 上次我们谈到过这个事 就是说 法国革命影响 俄国革命 俄国革命影响了 中国革命 是吧 一脉相承 都是 这个法国人可能也就是比较 激情超过理性 那么英国人呢 和德国人可能就是说 理性更强一些 这个 所以在 管理上 我觉得英国的管理方式 是不是更加科学化 法国人更加 可能更加浪漫一些 或者 总之现在 我到伦敦感觉 确实比较 巴黎感觉要好一些 就是说 当然也可能看的地方 也可能正好看到伦敦 干净啊 整齐的地方 到了 看到法国这个正好 经过的一些这个 就是 比较脏乱差的地方 当然也有很多好的 巴黎也有很多 很漂亮的地方 但是确实经过了一些 脏乱差的地方 觉得这个 这个巴黎 巴黎过去不是 就是世界浪漫之都吗 怎么变成这样 这个 但是这次 我就不知道 这个习近平去 这三国家是 是中国方面 自己挑的 就是说 比如说 现在有六个国家邀请 我挑了三个 还是说 只有这几个国家邀请 所以我就去这几个国家了 所以这里面 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不知道 但是 我想 就是说 如果是中方挑的话 我同意 雅光和伯扬说 就是说 因为这三国家 相对来说 就是说 可能对中国 还比较友好一些 或者说 至少对 对这个习近平 比较友好 这次 在 法国 好像马克龙 至少 从 东到主 这个角度来说 还显得比较热情 就是把这个 是吧 什么都搞得比较隆重 然后把这个 把习近平请到他的老家 是吧 对 这个 到和西班牙边界交界的地方 那个比雷牛四山上 那个什么小村子里 当然正好赶上夏冰宝 但是 送他一瓶 送他一瓶 红酒 是白 红补的还是白补的酒 送了一瓶 是吧 马克龙 当然 肯定他 不会是 就是说 马克龙当然不傻了 就是说 他知道 他邀请 中国领导人 这样一个 特别是像习近平 这样在西方世界 应该说 受到很多批评的一个领导人 那么他 肯定有他的考虑 当然第一 他要显示 像亚光说 显示他外交独立性 是吧 那我不跟着你 应没走 你们说他怎么怎么样 我就要跟他来往来往 第二 肯定中国市场对他也是一个有诱惑力吧 就是说欧洲的经济很多时候 他还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你说的中国市场 想让我插一句 一般情况下 中国领导人向习近平到法国访问 这种这么重要的访问 一般会去带一个订购飞机的一个大单 大大单 这次没宣布 这次没有 不是没宣布 就是没有 没有 那就没有 这个在这个访问之前 一样看的消息讲 是中文的这个媒体 就是讲说 可能这个中国在运养的从空客 买一百架飞机 可能是借习近平 访问法国这次的机会 能够宣布 但是呢 现在好像是没有 没有正式宣布 没有宣布 我觉得可能跟中国的这个 现在整体的经济情况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这个 现在呢 中国我个人的了解啊 我我我从一些报纸报道情况来看 中国现在情况呢 是运力过剩 就咱们知道是民用飞机 这运力过剩 运力过剩的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是经济情况不好 大家很多人出门 什么都 就个人旅行减少了很多 这肯定是原因之一 另外一条呢 就是说 这个 民用航空运输呢 受到高铁的这个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 所以他很多飞机 可能就根本就 肯定就是就运力 就是有过剩 运力过剩 所以这个 可能这个是造成的原因 就是没有订单 没有再进一步下订单的 这个可能是一个 可能是 我只 咱们只能是猜测啊 反正注意到 就是没有下订单 没有订单 对 是的 我在想会不会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 因为钱啊 我觉得钱对 对于像 像这个习近平这样的 这个最高领导人 他可能 在他来说 他觉得 花个多少亿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如果真的 政治上需要 我在想 他会不会觉得 第一 要看法国人 有没有 是吧 表态 表得很好 如果觉得 表得 不是很好 那我就不宣布 这是第一个可能 这也是一种可能 还有可能就是说 那我不是说 去法国 因为我说 给空课订单 你受益的 还有欧洲 其他国家 所以是不是 还要再看看 其他国家 是不是也 也 也做了一些姿态 也 那时候 我在给 是吧 要不然 就法国 邀请我来一下 我夸一下 给你多少个亿 是吧 那其他国家 啥也不干 也跟着享受 这个不行 空课不是 欧洲好几个国家 联合参与 开发制造的 对 关羊 你觉得吗 我们现在正好 到了广告时间 我们先听一下广告 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 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 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 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 使您的生意 或者活动 家喻互小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 你也怕被感染吗 避免感染的 最好方法 就是培养 良好的生活习惯 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像是多喝水 多运动 睡眠充足等 还有 只要感觉生病 就应该立即做检测 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 及社区机构 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 想了解详情 请致电 1800-525-0127 并按警自检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 今天是2024年5月13号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 李博洋先生和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薛亚光先生 我是主持人小南 刚才我们讲到 就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三国的事 就是说为什么选这三国家去访问 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出了非常好的这个意见 这个塞尔维亚其实 也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异类 他在这个冷战时期 就比较异类 在这个前南斯拉夫的这个阶段时代 塞尔维亚是前南斯拉夫的主体 那铁托时代 他就 他虽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呢 他又好像有点游离在边缘跟这个美国欧洲关系 还比较好 相对来说对这个对苏联保持了比较大的独立性 那匈牙利这个国家这次刚才 呃亚光你提到就是说 他是欧盟中间好像仅有的对这个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表示支持的国家 是吧 嗯 他就比较明确 对他我看前两天那个奥尔班不说吗 他说俄乌战争只要 咱们西方国家停止 支持乌克兰就停止给乌克兰提供武器 这个战争就会结束 这这就是他的观点 对他实际上是站在 站在俄罗斯那一边的 对对这个其实作为曾经被苏联入侵过的 这样一个国家 他说这个话特别是奥尔班这个人本人 实际上此前最早他是以改革派的这个是 形象出现了在年轻的时候 他现在变成了好像一个一个威权主义的一个 对 这个所以也是让人这个跌破眼镜 就是就是像这个像汪金卫一样 当年是一个一个一个反反清的英雄 最后变成了一个汉奸 对他有点跟那个白俄罗斯的那个卢卡申科一样 就是在位二十几年 所以就最后就是包括普京最后就走向威权 所以这对对这个在位时间太长 这也不是好事 这个权力的腐蚀性是非常大的 是吧 他一旦权力 他就不想再放弃了 所有人都围着你 然后遗旨气势 各方各个方面这个风光啊 这个他他不想退下去 而且他也可能越来越害怕退下去了 万一退下去 是吧 所以这里面事情就多了 但是 呃 我觉得这个前南斯拉夫不是大使馆 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 当时也是 是因为是中国支持这个南斯拉夫 对抗北约的这个轰炸 就是这是前南斯拉夫内战的其实一个一个部分 就是塞尔维亚和这个科索沃 还有黑山这几个就是一些少数民族国这个 就是打内战 但是 当时 美国和这个北约是支持这个 支持 他其实也不是真正支持他 就是因为当时出现了对 就是斯拉夫人开始好像要就是因为他们军力太强了 对 所以把这些少数民族打的就是没有招架之力 你就出现了可能一些屠杀一些这个我记得当时用的词西方媒体用的词是种族清洗 所以这个美国后来应该是克林顿总统吧 就是说那美国不能派地面部队进入 但是我们可以空中力量支援这些国家 支援这些少数民族的这个这个部分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空中轰炸的事 包括炸掉了中国驻南大使馆 这个内幕 这个 翻门很多啊 说为什么要炸 显然不是误炸 美国官方的消息是说误炸 说用了个旧地图 中央情报局能用旧地图 无价大楼更用的是最新的地图 而且你有人造卫星 所以他是传的太多 咱们也不展开讨论了 就是说这个 但是好像当时中国方面就是把南斯拉夫的这个 把塞尔维亚作为一个就有点像说巴基斯坦一样 是巴铁这个塞尔维亚应该叫塞铁 咱哥们 所以这次去也是因为比较友好的 但是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两个国家 好像分别都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 就是和中国比啊 就和中国和北朝鲜比 还是允许很多反对派存在 至少他是这个欧 这个塞尔维亚是欧盟国家吗 不是 不是啊 他一直想塞尔维亚一直想加入 欧盟说的呃加入北大西洋国家组织来加入 欧盟人说你有条件的时候你不能有内部不能有战争 就是不能有领土纠纷 所以他现在克索沃这个这个事情 克索沃这个省 阿尔巴尼亚族的时候你没有解决 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加入 加入不了 也没办法 就是说这个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和匈牙利这个国家 其实在世界国际 地缘政治上这两国家无足轻重 现在目前比只是无足轻重啊 他没有他也没现什么大浪 他对外面影响也比较小啊 所以访问这两个国家其实实在是意义不软的 这两个国家就我看着实在意义不软的 中国外交现在应该更重要的是要跟美国 把关系要要修补好 要搞好关系 跟这些这个跟美国的盟友国家搞好关系 我注意到中国最近呢 把韩国外长请到北京去了 再跟在在跟在谈 这个就对了 就是你不要把周围的邻居全搞得都成敌人 韩国关系啊 日本关系啊 都菲律宾的关系 都要和睦相处 有话好好说 不要三句话两句话 人家做的事你不同意 你就跟着翻脸 中国外交特别爱跟着翻脸 就这个事情做的 这个盲意这个人是很差的 他动不动就跟韩国翻脸 跟日本也翻脸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要跟日本翻脸 因为跟日本翻脸 就是因为日本是说是美国的走狗 你这个事情 到底你要是你说你 你从中国外交关系来讲 你说是中国跟韩国的关系重要 还是中国跟匈牙利的关系重要 是中国跟日本的关系重要 还是中国跟中国跟那个塞尔维亚的关系重要 这个大小点一定要搞清楚 对不对 这个你说你中国是跟法国关系重要 还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系重要 这些点 这个我是觉得这个 我不明白这中国的外交政策 我觉得被这帮的像王毅上的红预兵 出身的人掌管的 搞得非常的 非常糟糕 非常非常的烂 逻辑上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就不明白你们做法 就我我认为中国的外交 现在的外交政策 是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 我是这么看 优损中国国家利益 优损中国人民的利益 怎么这么讲 嗯 对所以我我穿一定就是 我穿越像刚才 雅光说的很对 就是我看有分析说吗 这回呃习近平去欧洲访问 就是像刚才小南你也说 为什么去这这几个国家 就他挑的就是法国 就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分化 就是欧洲和美国的关系 这也是中国可能是 他的一种意图吧 就是说 嗯 对你想你中国 中国能够分分化欧盟和美国的关系吗 你这个 只有王毅让的红卫兵出身 你说水平很差的人才会这么想 所以你能分化 能可能分化了吗 你稍微有点国际常识的人 都知道这个事 你根本就是白做不用功 你一起做的分化工作 你为什么不把周围和睦相守 把周围国家关系搞好一点 是不是 嗯 对 这个我完全同意 雅光说的 这个这个分化是根本不可能的 嗯 就是说 呃 只能说是 呃 就是 呃 利用一下吧 就是 我觉得很多也是 呃 就是中国外交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外交为内政服务 对 呃 就是 你 你说为什么要去这几个小国家 这个觉得没什么重要 但是 就是 就是因为 中国一直有个口号 我们的朋友变天下嘛 就是到处走一走看看 大国小国我们都要交 是吧 当初进入联合国 不是说第三世界国家 把中国抬进联合国了吗 哎 所以 他国家税小啊 海地这个烂国 你不是说烂国吗 或者用那个川普的话 叫 那这样 那人家在联合国也是一票 你这个 没有办法吧 是吧 所以 哎呀 这个我们再看吧 但是 我一个总的感觉啊 就是说 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 啊 是一件好事 因为疫情几年就不出去了 基本上 躲在家里面不敢出去 这个谁也不见 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合适啊 你这么一个 现代社会 你还出去走走 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在互相走 你不能在家老呆着 现在出去走 我觉得是好事 是吧 多看看 多多交流 交流总比不交流好 是吧 了解总比误解好 这样子 我觉得 不管有什么其他的实质性的 订单没给人家 或者也没从人家这拿到什么订单 这个 倒在其次 出去看一看是有好处的 哦 我刚才没说完 就是说 我让我惊讶的 就是这 这两个国家 都 当然法国当然不用说了 就是说 香港人和塞尔维亚 是不是都 出现了这个 抗议 团体 就是说 一些海外的抗议团体 像新疆的 西藏的 包括台湾 香港 可能都有 他们 都挡起来了 那当然我也看 这网上有评论 就是说 就是故意的 就是做给 做给习看的 就是你看 我们 把他压住了 其实你完全可以不让他出现 但是这些国家 就是这政府 他也没这么做 所以是不是故意的 咱们也不知道 就是至少是一个 姿态 就是说 你没有看到 是吧 但是你肯定会知道 是吧 你在这 也有 也有 情报人员 特工人员 大使馆 是吧 五官 都会汇报 这个事儿 我们再看吧 希望这个中国领导人 多多出访 这个海外 其他国家 特别是来美国 其实来美国 还是来的最多的 习近平已经来美国 七次了吧 到法国 是好像才第三次 第四次 作为中国领导人方面 刚才讲到 川普 污蔑小国家 说小国家是 川普自己 川普自己 现在惹麻烦了 是吧 那个 现在这两天 不是审他那个案子吗 就是那个 拍成人片的 那个 艳新 跟那个艳新 好像当时是 有一些 发生了一些 这个 应该说是 桃色新闻吧 那 今天说是 他的律师 这个出行作证 好像也证明 他当时是 就是 托这个律师 就出钱来 封口费嘛 我不知道两位 嘉宾有没有关注 这个 这个发展啊 雅光 有关注这个发展 这件事情呢 今天我看 准备新闻报道 就说什么 这是 川普的以前的律师 麦克科文 作证 今天是 就是说 这个检方 让他作证 还没有轮到 这个辩方 就是辩方 质询 辩方质询 应该还没到 这个麦克科文 这个人呢 就是说实际上 就是说 做的应该是很差的 他已经被判刑了 因为 因为说假话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已经属于 他已经处罚法律 他被判刑了 所以这个人呢 他在他的那个案子 我查一句 他是从牢里提出来 去作证的 不是 他已经 已经释放了 他已经 兴满释放了 他的案子已经完了 做完牢了 他已经做完了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说 我看报道讲的 就是说 辩方 就是川普这番律师 就会想办法攻击点点 就是这个人不可信 这个人就说话 就是在他自己的案子当中 撒了很多谎 所以他说的话 根本不可信 另外呢 他在他那个案子当中 他就是为了摘清他自己 所以他把污水就泼到川普身上 就这么一样 我相信多少有些道理吧 但我觉得这个案子 最重要的一点 他不是说 起诉川普给这个 燕星 这个付这个13万的封口费 不是这个事 这不是他们起诉的原因 他认为犯法的原因是 你付了这个封口费 结果你在你的财务报表上 你记账记成是 法律服务费 Legal Services 这个费用 他是用这个原因来 来起诉川普 这个原因听起来就特别荒唐 因为川普他也不是个上市公司 他就是完全是个私人公司 他账怎么计 他如果他计错了 那他目的是什么 他为了逃税漏税 那逃税漏税的话 应该是美国税务部门 IRS来查的 说你有没有问题 IRS查 川普查了很多年了 在他当总统之前 当总统期间 一直在查 川普不愿意公布他的税表 大家都记忆犹新 他不愿意公布税表 就是因为IRS告诉我 我还在查你的 你不能随便 他就没公布 他就他当总统四年 他一直没公布 IRS查了这么多年 如果这件事情是违法的 记错了 那IRS早就起诉他了 对吧 所以沦没到你纽约州 纽约州的东区法院的 这个检察官 你来起诉 你个州政府 你管这事干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吧 再说这有什么损失呢 川普也没有 川普唯一说能损失 我要能逃税漏税的 这个账记的 能逃税漏税的 可以 你根本他没有这个问题 对吧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个人认为的就是一个明显的 就是一个政治迫害 是对美国中共选举的干扰 川普他不仅仅是一个美国前任总统 他是现任总统候选人 现在的总统候选人 你这么把川普一弄扣在那里 几个星期让他天天到法庭去呆着 你就影响他的选举的活动开展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就说你是纽约州地区 州政府的州里面的法院 你是明显的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毫无疑问 是这么讲 所以呢 你这是越弄 弄得越久 你可能对川普呢 反正是有加速作用 对川普的选举呢 是有加速作用 我不认为 他在这弄出什么大的事情 能让川普的这个 总统选情 就是这个大到下滑 我觉得正是正相反 他给总统 给川普的总统选情呢 起了加速作用 好 谢谢雅光 博强有没有关注这事 我最近这两天没有 就今天我也没看 但是就是说 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谁啊 丹尼尔斯 就这个演行 他出庭是向川普 律师问了他一些问题 比如说他就说 他一进川普 那个 那个 那房间 他就晕了 人家的律师 人家律师就说 你这个 你这是 艳星 你建筑 你建筑过 你建筑过多少大场面 你怎么 能有这种情况 然后还有就说 好像是他那个 他的书里的吧 他说他跟川普 有十年恋情 完了呢 但是呢 然后呢 他又说 他在法庭上 他又说 他说川普 约了他两三次 在那在那次以后 他 但是他都没去 所以就说 我就觉得 他 我对他的人品 就是 这个 我觉得 我觉得他有些问题 就是 所以我现在都在考虑 这这到底 有没有 就是说是那什么 所以我 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 我觉得这陪审团 那些人应该 能够看清楚一些问题 所以 我就从这方面 说一两句 波阳你说 小阳 在你说之前 我再插一句 今天呢 我看到这报道 就是说 今天新闻报道 就讲这个 就川普以前的 那个 那个律师 Michael Cohen 他作证 他说 他说川普跟他讲 说 我只要一宣布 要选总统 讲的是2016年的事 我只要一宣布 选总统 不光是这个严刑 丹尼尔出来 还有一大堆女人 会蹦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 都给我一个给封了 因为他们这帮人 都还赖我 他们都想借我 选总统这个事呢 就往我身上 这个蹭热度 都想 都想在我这身上捞钱 所以你都给我 一个给封了 这是这个 Michael Cohen 今天作证的时候 说的这句话 我相信 川普肯定说这话 而且我也相信 很多女人 就是想利用 川普 要博名声 别博出位 也想从川普上 弄点钱出来 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川普说的话 2016年跟那个 Michael Cohen说 会有很多女人 跳出来 并不表示 川普跟这些 那么多女人都上午堂 这表示很多女人 是就是想 借机敲诈一笔 所以今天 我就不从这么去 好的 这个 那 薄言我问一下 你觉得 这个 这个案子 审到现在 你觉得对川普 当选的可能性是 有促进作用 还是有破坏作用 我觉得 就像雅光说的 我觉得 这个 就是一种 有点政治事件 就是政治 政治意图 在这个 就是说包括 那个在纽约 起诉 这个川普 所以我看 这回 这个周末 是川普 是去了 那个 纽约西 好像是南部 完了 那个 那场面 简直就是 火爆的不得了 就是说 我觉得 就现在正在 正在 上庭 处理这件事情 他的选情还这么火爆 我觉得 我觉得对他 反而倒是 可能倒是一个 好事 就是说 从他的 就是激发他的 选民的这个支持来说 我觉得可能倒是一个 一个好事 好的 谢谢 我们又到广告时间了 我们听一段广告 然后回来 我们会回来 后一会 西雅图中文电台 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 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 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 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 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 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 使您的生意 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 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 听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时事三人谈节目 今天是2024年5月13号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 李博洋先生 刚才我们讨论就是说 这个川普现在还被受审 这个他这个当初 就是说这个给验刑封口费的这个事 到底对他当选 是有损害作用 还是有促进作用 这个博洋刚才的意思是 其实可能力大于弊 你是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对我这么认为 我同意 对选情毕竟还有六个月 但是还得看 但是目前来说 我觉得对川普反而倒是激起了 他选民的这一个一种热情吧 嗯 我同意你们两位就是说 这个审理 此案审理对川普 会有一定帮助 就是说激起了一些 他的支持者的这个 想想积极起来投他一票 支持他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因为确实人们一般喜欢同情这个弱者 或者说受害人 川普现在就是像雅光说的被迫害了 政治迫害了 对他他他其实川普自己也不断的在重复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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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调 就是说我是被迫害了 这个政治迫害 这个就是对 所以会会受到一些人的同情或支持 但是我想呢 与此同时呢 如果在有一部分就是说 特别是一些这个宗教信仰比较 强烈或者说这个 道德观念比较强烈的一些部分选民中间 也可能会破坏 进一步破坏这个川普的形象 我也听了一些采访 就是有的选民说 哎呀我本来还想投他票 那听一听觉得 这个人太烂了 就是不想投了 这个好像这个这么多脏事在里面 这个就不想投了 所以这种人也有 那哪边哪边人多人少 咱们现在没有科学的统计 但是呢 我个人感觉 我是觉得可能力大于弊 就是因为投川普的人啊 不是冲了他的人品去的 是吧 没有人说因为川普是人品好 我们投他 很多人是捏着鼻子去投他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是代表了民主党的 这个市政纲领 那么因为现在很多选民 特别烦这个 哦不是代表了共和党的 这个市政纲领 因为很多人特别烦 这个民主党的这个 这是这一套左的东西嘛 所以大家都要去投民主党 那民主党的候选人是谁 是川普 那就要投川普 是吧 所以呢 这样子如果现在去 去不断去 这个在这个法律上找他的问题 想要从这个好像 就把人搞臭吧 在这个时候 那可能真的会恰德其反 是原来一些本来 对此事还不太关心的人 或者说觉得哎呀 我可投可不投 反正不在乎我那一两票 好像川普肯定能当选 这样的人可能会觉得 哎 你看川普现在受到打击这么严重 我还得去投一下 帮他一把 挺可怜的 哎 我听到不止一个人说川普挺可怜 那我说人家一万富翁用你用得着你可怜吗 是不是 人家 人家虽然下台了 人家现在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特勤局这个这个保护什么的 人家待遇一大堆呢 你还觉得他可怜呢 嫌可怜自己 好我们换个话题 这个 回到中国这个最近中国这个二线城市啊 陆陆续续的都放开了购房限制 也包括前两天这个西安和杭州 作为两个最后两个省会城市 放开了这个全面放开 他们叫全面放开 没有全面放开的 现在这个一二线城市除了四个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 那基本上就没有了 那还有一个特区就是珠海 和海南 海南不是也算做经济特区了吗 要做成一个什么 特别什么保税区啊 没有全面放开 其他的都全面放开了 包括北京也 局部放开 好像五环以外 买房子 这个北京户口呢 可以买第三套 外地户口可以买一套 还是买两套的 我记不住了 总而言之 是在放宽 你们觉得这是 这个放宽的决定 会 促进中国房地产回升吗 还是说 我房地产市场会 继续的再下滑一段时间 这个 这个房地产这些东西呢 就不是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 生活必需品 同时又是一个投资 标的物 同时又是一个金融炒作的一个 一个载体 就是个 一身呢 有好多种性能在里头 这个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从各个国家 政府 和这个开发商 和老百姓当中 对这个东西 对房子的这个看法 都是很矛盾 非常的这个 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非常复杂的事情 我认为就是说 全世界各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 说对这个房地产的事情做的都非常好 没有问题 这个像美国呢 政府干预的少一些 中国呢 政府干预的多一些 但是无论怎么样的 我觉得都有各自的问题啊 比方说美国这个问题 就是说长时间的土地开发 这个弄的各地的政府 各地方政府 就是控制太严 所以呢 这个土地很长时间 没法开发 一个一个建案 报上去 好几年批不下来 这个所以呢 这个美国人口 还在不断增加 所以就是使得这个 这个住房情况呢 就 供应供应端 就是有很大问题 所以它房价拼命上涨 这又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出来 中国呢 前几年 就是看了好像是 这个解决 这个房地产的事情呢 就被用作这个金融炒作 被用地方政府来 这个 发展当地经济的 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来使用 所以呢 这个造成结果呢 就是房屋的供应量 远远大于需求 这个供应量大于需求 大数多少 也说不清楚 现在我觉得 中国中国政府 中央政府说不清楚 各地的省政府 市政府 那也都说不清楚 啊 就像美国说 美国现在说是 这个房子 就是说供应量 缘缘缺口很大 谁也说不清楚 到底是全国一国缺口 多少 西雅图市缺多少 白尔布市缺多少 这个华盛顿州缺多少 这个时候 都说不清楚 就比较就比较混乱 状况 所以呢 这种混乱状况下 想拿回答你这样的问题 说是不是能够对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市场能有一个减缓作用 有一个帮助 我觉得也是很难说 很难说 他这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下滑肯定趋势是在这里 因为他这一两套政策就能使得下滑趋势得到挽回 得到制止 我是还是表示怀疑 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变速太多 不好 本来就不好说 但是这个政策 显然这些政策的力度还不够 我对他说能够把这个下滑趋势一下就止住了 这政策一出了就把止住了 我我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 但是是不是会对下滑下滑呢能够起到一定制止作用呢 那又肯定是肯定是会有些帮助 帮助作为多大 不清楚 雅光你说力度不够 那你觉得怎么样才算力度够呢 就是说 比如说这些三线城 二线城市 比如说杭州 西安这种省会城市 他已经全面放开限购 那你觉得他力度还不够 还是说你觉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就是说 就是说你买一套房送你20万 那也肯定不行 这样肯定不行 那肯定不行 就是说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全国 包括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 刚才小南你说的一线城北上广深 他的市场都是 都是下跌趋势 在一线城市 他让你有些地方政府控制这个房屋下降 他控制你的售价 不让你往下走 这就是不是 他就是用行政手段来干预这个市场 市场本来就是说我开发商 我这房子空间我卖不出去 那我将价卖好了 这政府还不让 所以这个事情 你说他的力度到底能不能解决 力度不够 到底怎么解决 我觉得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我也不认为中国政府有人知道该怎么解决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都是走一把 试一把看看 到底这副药下去 起不起作用 就跟那个西医看病医生看病一样 不知道 试试吧 这副药下去看看 能不能血压降海来 薄阳的血压能降海来 学校把你能吃上去 试试看 先把这药吃上去看 不行再加点量 你也只能这么办法 薄阳有什么要说的 我只是就从一个 一个旁观者 或者因为咱们不在那边了 我就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人口问题 就是说 人口在减少 就是说 房子这么多年来已经建的太多了 它确实是就是过剩 我觉得它是最主要的是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像咱们这边 像刚才亚光说的 比如说咱们这边需要多少房子 咱们确实不知道 但是我就感觉到 咱们都在这住了二三十年 就觉得这个这个人口 就不断的往这个咱们这边 增加 增加对 所以说这房子盖多少 它都买得出去 盖多少都买得出去 这房价再涨 我现在就看中国就说 比如说中国的亲戚 我就觉得谁都有 两套房三套房的 就是说 但是呢 这家庭都是一个孩子 就是 就是比如说就说 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然后父母 家人这孩子三代人 然后都有房子 最后的 这个都给谁呀 这些房子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这中国总趋势 我觉得这个 这个 就是中国房地产 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只能说就是说 就是说 现在一些政策 就是比如像原来的前两年 刚才雅光说 以前也是 就是房住不吵 那个什么 但是现在就是说 你不得不放 不得不放 因为房地产市场 已经都 都下滑的太厉害了 而且还有好多 那么多烂尾房 所以说烂尾房 不解决 这个 这个这个投投资人的 建成成建的 投资的都收不回钱 政府可能也收不回钱 这造成一些死循环 我觉得 中国现在是放开 也是 不得已 但是 我觉得效果可能 不会有 没人 没有人了嘛 我总觉得是这种情况 哦 好的 谢谢两位嘉宾 那 这个 刚才 博洋你讲到 雅光也提到 就是说 中国人口的问题 就是说 没有像美国这样 就是说 一个是出生率 还比较高 再一个就是说 达量的外来移民 这样造成了 对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需求 同时呢 在开发方面 限制又比较多 审查呀 批复啊 环保要求啊 很多地方不让开啊 其实地是大片大片的 美国土地这么 是吧 这么广阔 但是 它不让开 所以造成这个 这个 供不应求 房价就是 一年又一年 这个 往上攀升 哪怕到疫情 这几年也是 一路 飙涨了 这跟中国 恰恰相反 就是 刚才 亚光你说 具体 就是说 房子多盖了多少 不知道 我记得好像 在不同的地方 看到过 就是说 有一些数字 但是不知道真假 对 有一次看 好像是原来 那个 重庆市场 黄奇帆 有个讲话 就是说 他讲的是 什么 好像是 几千万套 还是多少 我记不清了 但是因为 首先 这个讲话 是不是权威的 是不是真的 咱们都不知道 所以也没有办法 但是 像 如果 这种大数据 实在 这样想统计 其实是很容易的 每个各个地市 把这个 报上来 你总人口 也都有统计 是吧 加减成厨 一算就算出来了 你需要多少房子 中国这个人口呢 家庭结构是 倒金字塔 爷爷奶奶这边两个 外公外婆两个 这四个 下面呢 下面两个 爷爷奶奶下面 是个生的儿子 外公外婆 这边生了个女儿 最上面是四个 下面是中间是两个 两个下面呢 只有一个 一个 这一个上面 背了六个人 你说 首先 将来这养老是个问题 第二呢 就是真的像 博洋讲的 就是 上面那四个 走了以后 那房子给谁呢 给中间 中间这已经有 有住的了 那给 最下面 最下面就一个人呢 我要这么多房子 干嘛 而且这一个人 他还要再兼并 另外一个人 是吧 他去 组织一个小家庭以后 本来两个人 一人一个房子 他们组织一个小家庭 他们需要一个房子 那边又多出来了 然后那边上面还有六个 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很严重 就像过去三十多年 这个日本的这个 这种叫什么经济萎缩 或者就是说这个人口 负增长的感觉 中国现在人口 中国现在人口还是 还是 还是在增长 只是它的增长速度 在不断的下降 在下降到一定程度 它就要到某一个拐点 它就要变成负增长 就是说 死亡人数 要超过你的人口 这个增加的新生人数 或者外来加在一起 就是 所以确实不好说 这个就是说这个 这个房子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是不是能恢复 我觉得 确实比较难 也可能像亚光说 再再加大一点 绿度 比如说 像全世界开放 你随便谁到我这来 都可以买房 你看好 是吧 海外华人几千万呢 你们这个人民币 现在又这么便宜 你们这个 花点钱 是吧 在杭州买个度假房 在海南弄个海景房 全面开放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是吧 俄罗斯人就愿意到海南买房子 信不信 暖和呀 过冬 那我差一句讲 就是说 刚才你提个问题 很好的问题 就是到底有多少 多少个房子空在那 有多少个人 就大数据可以搞清楚 现在我认为就算是 我相信搞清楚这个数据 到多少个房子 在空在那里 多少房子还没完成 这个数据是能够搞清楚的 可是 搞清楚又能 又能如何呢 现在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是 现有的房子 像崩说已经未完成的 那个万美房 现有的房子 房价都在往下走 那你现在是往下走 如果要按市场极致 那你就让他下去走 日本就让 你下调就下调 美国的下调就下调 上涨就上调 你要市场极致走也行 那中国不是完全 市场极致来做的事情 所以呢 你这个事情 你就很难 你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 因为你现在担心的是 现有的房子下降 那么现有的房子 投资者 现有房 房主会很不高兴 觉得我财产损失了 民心不甘 民心不稳 你是担心这个 你不想让它下降 你不说这个 原来是这么有想法 对吧 那么 这个这是一方面谋断 另一方面谋断 那么多的那个盖好的房子 空房子那也没法消化 这又是矛盾 所以这是个非常复杂的矛盾 数据搞清楚了 也无解 也解决方法 也是很难找着解决 合适解决方法 我是这么看 这个最后 其实还是要让市场 来决定 你既然没需要了 你就不要盖了 你没有说 再用其他行政手段干预 就是说你还 房价不能降 你不能降 你这股在那干嘛呢 是吧 你不是大家都是死路一条吗 你降价卖 你还能回收点钱 所以确实这个 但是是吧 中国的他考虑的 就是政府考虑很多 就是说稳定压倒一切 好的 我们时间到了 现在这个 感谢各位听众 感谢两位嘉宾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